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2021年差不多就出发箱了 跟大家说一下 希望明年可以身体健康 共同发财 然后这年我们有了很多活动 很多好的经历 希望明年可以再见 好 对 偶尔看 还有偶尔回 希望大家可以做自己比较好 不要熬夜 不要压力太大 可以找时间去上班 是很值得 明年希望大家可以 得到更好的成绩 不管是工作方面 还是学习方面 都希望你可以有成绩感 然后就是让自己开心 让自己提升自己的水平 对 好的 我们就到这里 我准备去工作 我们晚上见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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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